一年一度的双子座流星雨就要来了 这也将是2018年最后一个 值得观赏的绝佳天象 届时 每小时的峰值流星 数在120颗左右 VHR 120 一定不要错祸 双子座流星雨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 每年它的活跃期一般出现在12月4日到17日之间 7000顶流量较大而且相对稳定 具有较高的可观赏性 2018年的极大值 预计出现在12月14日的20时左右 这一天恰逢农历出发 其后一天12月15日 正好是上闲月 虽然上闲月不如满月农历15前后 使月光对流星雨观测的影响大 但较亮的月光仍能对观测和欣赏流星雨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幸运的是 近4月上闲月的月光 也只会对14日前半夜的流星雨观测有影响 却不会影响14日后半夜和15日凌晨10分的流星雨观测效果 这是为何呢 因为14日当晚20时20时30分左右 月亮就落下了 不再有明晃晃的月光干扰了 大家可以尽情欣赏2018年的压轴天象大戏 关于如何欣赏双子座流星雨的几个常见问题 整理如下 如何观看流星雨 观看流星雨 不必特意准备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 用肉眼观赏即可 因为流星出现的轨迹 是以流星雨的辐射电雷中心 像四面八方延展的 每颗流星出现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出现 都是任意的 这使得流星雨翻布的天气面积较大 而如果用望远镜观测的话 只限于相对较小的市场大小 很可能会错过一些精彩的流星瞬间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能看到 如果想要在一定时间内 尽可能看到更多的流星花或夜空 自然是在流星雨及大气光看为最佳了 对于2018年双子座流星雨来说 就是在14月20时前后 此时太阳已落山 所以也无需考虑日光的影响了 毕竟除了亮度极量的火流星 在到白天要想看见流星 星星啥等还是很困难的 观看流星雨没有特别的地域限制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双子座流星雨 基本上全国各地都能看到 看到流星雨的几个必要条件 天气情好 如果当天不巧赶上乌云满天 下雨下雪等情况 那是万不可能看到流星雨的 碰到这种天气时 要么去网上观看其他天气情好地方的流星雨实施直播 要么就只能是洗洗睡了 找对位置 双子座流星雨的辐射点位于双子座内 故而称之为双子座流星雨 具体位置是在东北方的天空 因此大家朝向东北方向 有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流星划过 尤其是15日凌晨以后 由于地球自转的因素 双子座流星雨的辐射点的地平高度会升高 更接近天顶 有利于人们看到更多的流星 远离灯光的干扰 第一 城市的路灯的夜间照明设施 对观测流星雨的影响较大 最好选择光污染较小的地方 并且观测地点最好自周开阔 无高山或建筑物遮挡 双子座流星雨的特点 双子座流星雨颜色丰富 流星呈现红黄蓝绿等色彩 流速慢 火流星较多 极大时间持续长 即使和目视也很适合拍摄 双子座流星雨的母体 是把恶松小行星3200 Vitian每年把恶松小行星 都会经过地球附近 受到了地球引力影响 行星掉落的碎片 会落入地球大气层 然后被气动加热 焚烧起来 形成了流星雨 此外 在友情提醒几点 观看流星雨时应注意的 一 大家实际在一个小时内能看到了的流星数目 往往会低于预报纸VHL20 这是由于光污染 视野被遮挡 以及辐射点位置差异等条件的影响组织 而东西天气寒冷 室外温度比较低 建议观测流星雨的朋友 一定要做好充足的暴暖措施 透衣服 围巾 帽子 手套什么的 按个人需求进行准备 三 双子座流星雨数量多 流速慢 既适合目视观测 也是合相机拍摄 有夜空摄影需求的天文同好门 可以带上单法 三脚架 闭门线等装备 一边欣赏一边拍摄 四 任何一颗流星 它的出现时刻 位置 事先是完全无法知道的 又想观看到尽可能多的流星 最后平躺在地面上 长时间守望夜空 但是 冬季寒冷 躺不躺什么的 大家还是能免责免吧 五 最后一点 一定要注意安全 双子座流星雨每年都会如约而至 大家一定要把个人安全放在第一位 无论是交通安全还是观测安全 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和船上跌落事故 去野外的话 不建议在马路附近 在城市里的话 不建议上楼顶 可以去广场 操场等平坦开阔的地方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